这些练乱催生贫困 阿富汗农民为了生计 种起因素花 产量从1992年开始 越居世界之最 全球92%的鸦片毒品来自这个中亚穷国 阿富汗 伊朗以及巴基斯坦构成的金星月 超越恶名昭彰的泰勉金三角 毒品产值全球第一 有人将原因归咎于战乱 但位于东北亚 另一个封闭国家 却是在成平时期 由政府主导百姓种鸦片 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曾下令 每一座集体农场 要播出485公模土地种因素 提炼海陆因 以便走私换美金 快速填补财政亏空 后来天灾贫传 因素产量锐减 北韩索性从临近的大陆走私化工原料 由国营工厂合成安非他命行销世界 北韩常自诩为核武强国 实际却是不折不扣的毒品共和国 在运北韩毒品的船只闯荡世界五大洋 时常遭各国海警查获 更扯的还有北韩外交官 滥用通关礼遇 坐飞机挟带毒品到海外兜售 大使馆沦为大毒窟 最后外交代表团整批被驱逐出境 北韩的安毒海洛因从高官奢侈品量产到老百姓也吸得起 南韩调查更指出 全北韩百分之七十人口都曾因为压力或饥饿 吸安非他命当慰藉 这个以金正恩为首的犯罪网络 吸毒卖毒不说 还靠味造美金以及山寨威尔冈狂捞外汇 令所有大毒箱都自探服辱 哈哈照馆 声线